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超梅 一代家人戴亚娜虽然宣显婚姻的痛苦当中 但是她对时尚有着非凡的敏感度 凭借着穿搭和绝美的样貌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形象 英国王室选王妃的条件非常苛刻 戴亚娜不仅有着绝美的容貌,更是有出身贵族 与查尔斯结婚以后,每次出现在公众眼前的打扮 都是十分的甜美,像个优雅的公主 身穿粉裙的戴亚娜分外甜美 一字兼设计,秀出了迷人的香肩 裙摆借鉴了鱼尾裙的灵感,提升了层次感 秀后出的珍珠装饰,与戴妃最爱的多层珍珠项链 前呼后应,高贵优雅 戴亚娜王妃与查尔斯结婚后 养育了两个才情出众的王子 即使带着孩子,戴妃依旧是甜蜜优雅 少女感十足 小王子穿着裙装十分可爱,像女孩 戴妃身穿着灰色连衣裙,精致高雅 并且是白色内搭 林克与袖口处都做了木耳边的装饰 俏皮可爱,非常见灵 不愧是英国时尚界的一介 如果不是身处王室,定能在时尚圈大放光彩 面对这些冷漠的查尔斯 戴亚娜的重心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与两个儿子一起出行更显独特的魅力 与两个小王子同穿衬衫的戴亚娜 分别演示出了不同的感觉 两个小王子蓝色衬衫 搭配着灰色西装短裤,像个小绅士 戴亚娜将白衬衫穿出了休闲稳婉的度假风 衬衣搭配着灰色绒布长裙 瞬间中和了衬衫的严肃感 搭配着深色腰线塑造腰线 甜美又温柔 虽然与两个小王子在一起看生虚非常和睦 但是戴妃发现 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婚外情之后 两个人早已经冒合身离 虽然穿着同色系的穿搭 但是再也没有亲密的感觉 戴亚娜身穿着香槟色的小套装 布料略显光泽感,增添了神秘感 小V搭配着白色内搭,性感优雅 肩头高跟鞋,大袖眉腿 戴妃似乎是分外喜欢西装裙啊 相似的穿搭,在多个场合出现 这件浅卡色的西装连衣裙设计相对简约 对称的剪裁非常适合出席正式的场合 对称的扣子装饰增加复古感 领口加了宽边设计更具时尚感 戴妃佩戴的多件首饰呢 也是简约低调的 蓝宝石戒指啊更是戴妃的心头爱 但是面对几乎完美的戴妃 查尔斯还是不满足 戴妃在穿着方面不停地试探新的风格 也是通过服装的吸引大胆 来反抗英国王室对齐的布公 这件不对称的漏肩蓝裙裙呢 出自著名的设计师H之手 用料精致设计大胆 肩部与腰部分别做了折叠的设计 使得蓝裙的线条完美过渡 这次穿搭被称之为戴妃穿衣风格的转折点 自此穿衣更上一个台阶 戴妃夜晚参加活动 穿着一袭白衣呢 瞬间成为了全场C位 这件白裙是出自季凡席之手 吊带大幽灵 大修好身材惹人狭想 修身的剪裁非常显瘦 不到膝盖的裙摆给了戴妃大修眉腿的机会 交叉装饰的白色高跟鞋也非常俏皮 在英国王室当中 这样的穿搭可以说是非常叛逆了 不过叛逆的戴妃看上去更加自信 1992年戴妃婚姻出现危机 她独自一个人坐在太极岭前的长衣上 这一幕戴妃显得非常的孤独无助 这一幕呢被称之为孤独的王妃 当日戴妃穿着紫色的半身裙 搭配着同色系的高跟鞋优雅高贵 上衣选择了活力洋溢的橘红色 但是鲜艳的颜色并没有带给戴妃 同样鲜活甜蜜的生活 勉强露出笑容拍照的戴妃 惹人心疼 威廉王子和戴戴妃去世时已经不小了 对于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6年威廉王子带着王妃凯特 前往太极岭拍照留念 凯特王妃身穿着白蓝相见的几何文段袖 身材不舒婆婆戴安娜 气质也很出众 威廉身穿着米白色的西装裤 搭配着深蓝西装 气质儒雅 非常有王室的优雅法 不同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家人们 威廉王子只能是借此来怀念母亲 甜美的威廉王子与凯特 也许能够弥补母亲命运不幸的遗憾 威廉离开时也是忍不住流出眼泪 一旁的凯特也是非常伤心 也许对戴妃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在戴安娜当初被夺去封号之后 威廉王子就向母亲承诺过 自即位之后还要还母亲王妃的称号 只是可怜天堂的母亲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或许这样正是为何威廉王子会如此伤感 一旁的凯特王妃也是伤心不已 戴安娜王妃愿天堂还有真爱 戴安娜的一生似乎是都处在悲剧当中 她为人善良正直及美貌和时髦欲深 不该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 她的长相无可挑剔 一如散落在人间的天势 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更是给予她完美优雅的气质 无奈是红颜薄命 她的人生充满悲哀 戴安娜的父亲约翰家族很奇怪 总是单纯 因此她对男孩子期盼已久 因此戴安娜的出生整个家庭是不太受欢迎的 加上父母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即便母亲终于生下弟弟 却阻碍不了父母离异的悲剧 她和弟弟跟着父亲生活 后来父亲又结婚了 戴安娜并不喜欢继母 她认为是继母将抢走了父亲 小小的年纪 她只能和弟弟查尔斯到处玩耍 也许在她的生命世界里 弟弟就是唯一可以一相依为命的亲人 小时候就是美人配子的戴安娜 长大也不负众望 时髦若天仙 戴安娜的一起蓝色牛仔外套 充满了女孩子的酷帅感 笑容当中展现了温暖和纯真 弟弟一袭咖啡色的上衣 秀出了小男子的魅力 肉肚肚的脸蛋还没有褪去质念 查尔斯 斯宾赛和戴安娜 留着同样的血液 遗传着相似的基因 姐弟俩长相相似 高颜值者众人羡慕嫉妒 完全就是龙凤胎即使感 弟弟依赖着姐姐的美好和温暖 姐姐关爱着守护着家里的小妖 就这样一天天长大 长大之后的姐弟俩 都懂得对时尚的定义 查尔斯 斯宾赛一袭灰黑色的毛衣 蝶穿衬衫 净显小星际 在校园里估计就是校草般的人物 那姐姐自然也是女神级别 表情略显冷酷 穿着净显随心和大气 有着贵族家庭的简单和滑贵 1980年 英国王室查尔斯王子 喜欢上了天真纯洁的姐姐戴安娜 戴安娜也爱上了这个和弟弟的名字 一样的男子 这究竟是什么神仙缘分呢 她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美满的 纯洁的她 觉得查尔斯王子 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一个19岁的少女 身边的统龄女孩子们 一个个都谈起了恋爱 而戴安娜的感情呢 依旧是如一张白纸纯洁 哪里惊得起 查尔斯的穷追猛大 那时的她或许也没有想过 自己会在婚姻当中遭遇不幸 被爱情充分的头脑的戴安娜 似乎从来没有探究过 查尔斯迎娶自己的真正用意 戴安娜只是中了 卡米拉和查尔斯 共同编造的爱情童话当中 这一切竟在卡米拉掌握之中 之所以挑中她 正是因为这个傻白天 对于卡米拉来说 太好对付了 在此之前 戴安娜一无所知 甚至还傻乎乎的 跟卡米拉做起了朋友 一个害羞的天使 一个是老摩宣算的巫婆 两个人成了朋友 最终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将天使收回了天堂 在此之前 戴安娜给过人间美好 也伴随着泪水 诚然在定空的那周 戴安娜的确是已经知道了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关系 她已表示自己不会再嫁查尔斯 可是王室告诉她 一切都已经晚了 戴安娜只能用期望着 自己的爱唤醒自己的老公 回想戴安娜大婚当天 不仅让人心疼 戴安娜说 婚礼全程 我都是在到处的找卡米拉 我知道她出席了 最后我终于看到了她 她就站在那 我印象太深了 戴安娜一度患上了 暴时症 抑郁 甚至是自杀 戴安娜不是没有 向卡米拉发起过挑战 但是失败了 因为卡米拉太老练了 她能轻而易举地 击碎戴安娜 卡米拉回答她 你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全世界的男人都爱你 你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 你要什么 听一听啊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没错 戴安娜有两位王子 她开始把所有的爱 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拼尽全力保护两个王子 她是伟大的母亲 自己穿衣时髦 不受王室的束缚 两位王子呢 也是被她打扮的时髦可爱 戴安娜堪称 世界最时髦的王妃 毫无意外地 打破了王室历界的 王妃传达模式 这一条条文群啊 放到现在 一样是PK掉现在世界上99%的时髦巾 在戴安娜在世期间 两位王子的穿衣啊 也成为时尚界的爱控 哈利正是软软诺诺的小真太模样 白色的宫廷风套装 带着独特的花边 双排扣设计 尽显优雅和时尚 腰间系上了黑色的绸缎 点缀了整个造型的整体效果 这就是基因 斯宾赛婚礼现场 姐姐戴安娜也是到场庆贺 出身名模的弟媳凯瑟琳身穿着米白色的连衣裙出镜 简单的画纹和图案 加上别致的剪裁和设计 将她的甜美展现出来 弟弟呢 则是黑色的西装 搭配上条纹西装裤 充满了男性的魅力 而这时候的查尔斯 几乎是已经公开表示 想要拥有两位妻子 查尔斯不再是在开始的浓情蜜意 完全变了一个人 对戴安娜进行了冷暴礼 卡米拉和查尔斯的混外情 彻底地将戴安娜击垮 这位美丽善良 到处散播自己的善意的家人 很快地就降下预算 上天决定收回 扫落人间的天室 于是安排了一场车祸 将戴安娜召回天堂 戴安娜身居王妃之位 葬礼办的是合计的壮大豪华 可对于去世的她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是英国王室 想要堵住悠悠众口的伎俩 戴妃弟弟在葬礼上 发表了自己的演讲 他表示姐姐本身 就拥有着贵族的气质和魅力 她的善良 从来不需要依靠王室的头衔 做她自己照样 能够展现迷人的魅力 一身西装革履 话语刚烈忠贞 不负姐姐疼爱 在这个场合公然的对象女王 因为戴安娜死时 已经离婚不再是王室成员 女王并不打算 按照王室的规格举办葬礼 完全是顶不住民众的舆论压力 不得已而为之 而弟弟的硬刚 也是对女王的对抗 查尔斯斯宾赛欢迎刚落 一片寂静 随即便是众人热烈的掌声 也许这就是人民大众 对戴安娜真正的看法 无关王室头衔 戴安娜用她短暂的一声 散发着自己的温暖和善意 只有弟弟敢在这一刻 大肆宣告姐姐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